你好 油管的后台给我们提供了很多重要的数据 如果你不能正确的解读这些数据 就相当于生病吃错药了 后果是非常严重的 那老胡 这一期套用一个大家都讨厌的话术 这一期节目我要告诉你的东西 是99%的人都不知道 虽然大家都讨厌这样一个俗套 但是我希望用这样一个不同寻常的开头 来引起你的重视 要正确的理解今天我要给你讲的这几个关键的数据 好 这几个数据的话 是跟我们一个频道赚钱的能力相关的 那就是关键中的关键 今天我要讲这期节目 是因为我正好在今天看见了一个非常棒的例子 这个数据不同寻常 我现在就来给你看一下 不算太大的频道 17000粉丝 他报告了他这个频道 在过去的3月和4月 两个月的赚钱的情况 大家看到在后台的数据分析 收入这个页面里面 有这三个关键的数据 第一个非常好理解 就像你过去的这一个月4月份 你究竟赚了多少钱 好 569块钱 这个不好理解 但后面这两个数据 往往很多人就不能够正确的理解 首先大家可能都听说过CPM 就是1000次播放究竟赚多少广告费 这个播放指的是播放广告 好 那这1000次是怎么算的 那油管里头有无效播放 有作弊的播放 有播放了 但是没有加插广告 各种各样的复杂的情况 那计算在CPM里头的是什么呢 是公开的播放 并且加插了广告 这个播放数 在这个里头来算CPM 假如说一个频道里头 在上个月有5万次的播放 但是5万次里头 只有3万次有广告播放 那2万次就不算在CPM的计算里头 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 因为只有这样子设计 这个数字才对那些广告商有意义 这个CPM最开始设计的时候 不是给我们这些赚钱的人 而设计的 是为那些广告商设计 我要在老胡这个频道里头 播放1000支广告 我究竟要花多少钱 所以对于那些没有加插广告的 无效的播放 通通都不在CPM的计算里头 所以CPM基于的有效的播放次数 不是你在首页里面看见的播放总数 频道已经赚钱的人 肯定会注意这个数字 1000次的广告播放有32块钱 这个数字好高 对吧 的确是高 如果一个频道的CPM超过了30 比如说30到50之间 这就是已经是在全网的广告费里头 算是一个顶级的了 那如果是在10块20块之间 那就算比较中等的 在10块钱以下就算比较差的 那差究竟有多差的 那我告诉你 我以前看见过有些印度的频道 它的CPM在1块钱以下低到2毛5分钱 那高的频道我也看到过 有五六十块钱的 但是一个频道 如果能够持续的稳定在二二三十块钱 这已经是相当了不起的这个CPM 好 你可能好奇这个频道究竟做什么 他有这么高的CPM 我把他的频道业给你看一下子 我用谷歌翻译把它翻译成中文了 他是一个房地产经纪人 那么他通过这个频道 来介绍一些房地产经纪的 一些相关的业务知识 但是他的主要的目标 是要通过这种方式和其他的赚钱方式 来实现财务自由 所以财务自由是一个很好的话题 他离钱很近对吧 所以他这个频道虽然是个小频道 播放流量也不是很大 但是由于他的CPM比较高 所以比较赚钱 以地产入口 讲财务自由 讲赚钱方法的 这个就是最厉害的频道 Grand我以前做过案例分析 他这个频道在去年通过广告的播放 就赚了200万美元 他在这期节目的封面里面显示的540多万 是他过去三年之内 从谷歌赚到的广告收入 注意只是广告收入 他还有其他的收入的来源 好 接下来我们讲第二个数据 这个数据叫RPM RPM跟CPM之间 它计算的最大差别是什么 它播放次数的基数是不一样的 这个RPM在计算的时候 它就不管你一个视频的播放里面 有没有加差广告 通通都算 它计算的基数 就是你在这个首页里面看见的 过去这一个月的总的播放次数 但是收入部分的计算 跟CPM不一样的地方 CPM只算加差的广告播放的收入 而RPM的收入 包括YouTube这个平台上面 允许你的其他的官方收入的方法 比如说超级感谢 超级贴纸 超级留言 还有频道会员的收入 还有大涨的收入 那么所有这些油管官方允许你的 在这个平台上面赚钱方式 赚到的钱 除以整个的播放的总数 计算下来就是这个RPM 了解了这个计算方法 你就能够理解这个RPM 是真正的反映这个频道主赚钱的能力 我只要知道你的RPM是多少 然后去查看一下你总共的播放量是多少 一算我就知道你在油管上面赚了多少钱 所以这个RPM是考核一个博主在油管上面的赚钱能力 而这个CPM是反映一个广告商在一个频道上面投放广告的成本 所以我们要看一个频道的真正的盈利能力 你就看这一项RPM就对了 弄清楚了这个概念以后 你是不是会有这样一个问题 就讲这RPM是不是永远都比CPM要来的小 因为从概念上来说 CPM只算那些有广告播放的播放次数 而RPM是算所有的广告的播放次数 它的分母永远都会比这个来的大 所以这个数应该比这个数来的小 对的一个正仓的频道就应该是这样子的 CPM高RPM来的低 但是别忘了RPM里面 除了广告播放的收入 还有打赏 还有频道会员其他的收入 有的频道这一块的收入 比那个广告播放的收入还来的大 所以虽然这个分母变大了 但是它分子变得更大 那也就有可能 这个RPM的数值比这个来的还高 比如说我们有个同学 他每次开直播 都能收到几百块钱的打赏 所以他打赏这一块的收入 就已经相当可观了 另外一个同学 它有很多的频道会员 那么它的会员收入这一块 也是相当可观的 像这种情况 它的RPM的数值 就有可能比CPM来的大 好细心的同学 又来第二个问题了 他讲这个CPM 同比增长了7% 这个RPM同比增长了35% 为什么收入同比还下降了22% 这是怎么回事 怎么理解 注意了 CPM的计算只会算加插了有效广告播放的那些视频的观看次数 虽然每千次播放的广告单价上升了7% 但是如果你广告播放的总量下降了 虽然你单价高了 你赚的钱依然可能下降 这就是这个频道所出现的情况 注意在4月份的时候 它是这个数据569块 大家看它3月份 3月份的时候 它是比较低的数字 4月份是32块多 3月份是30块 但是它3月份以比较低的单价赚了更多的钱 因为它播放了更多次的广告 这个数据可以从Social Blade里头得到验证 大家看这是这个频道的Social Blade的页面 看到这个地方 2021年的3月份 它有5万次的播放量 但是到4月份的时候 它只有4万次的播放量 总播放量减少了20% 所以虽然你的单价高一点点 你总共赚到的钱 还是比3月份来的少 好 这个例子讲完了以后 我希望你现在能够深刻的理解数据分析 收入这个页面里面的这三个数字报告 好 听完了我这一大套的讲解 回到我节目开头的那个话数 你是属于99%还是属于1% 留言区告诉我 谢谢 再见